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无非就是各个不同的反应分子之间 它相互碰撞 它到达一个平衡 所以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前面讨论问题出发点 我们只是宏观 我们不管 我们处理的物质都是Emore 是吧 量级或者说再更多的量级 那么如果是从微观角度来讲 从粒子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些热力学变量 我们是可以通过统计热力学来求算的 所以实际上理论上也是可以 从这个统计热力学出发 来计算这个坏反应的平常数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里面迁绕的问题很复杂 那么不只是理想气体 实际上液体固体都可以计算 那么由于液体和这个固体 迁绕的问题很复杂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课上 我们不涉及 就是更复杂的凝聚态的情况 那我们只探讨 就是说理想气体反应 那么通过这个情况呢 让大家来知道 就是怎么样来通过统计热力学来计算 那么这个计算平常数 出发点 就为什么可以用统计出发 很简单的一个事 就大家脑子里要知道 就是统计热力学里面 所谓的化学平衡 它实际上就是 不同的粒子运动之间到达平衡 不同粒子运动之间到达平衡 那么这个平衡 用统计的这个术语来讲 就是它到达了所谓的 这个最概然状态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通过这个描述它的 我们知道在统计里面 有一个最关键的 叫配分函数 这个配分函数呢 我们可以来描述 一个粒子它的运动状态 能量分布 这个能量分布指的就是配分函数 那么我们说一个例子 你可以描述它的平动 配分函数 振动 转动 甚至包括电子和这个里面的核 那么当然一个化学反应 它不牵涉到核的配分函数 所以核的事情你可以不考虑 反正反应前反应后 都是一样的 对销的 那么但是呢 振动 转动和平动 是要考虑进去 所以理论上我们知道 或者有办法 尤其是描述对象 是理想系列之后 这个计算问题会简化 会简单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配分函数来描述 它这个能量状态分布 换而言之 我甚至可以说 我们直接可以从配分函数 我们计算出 我们上一节课讲的 那些基布斯自由能 反过来 不也是一样 就解决了平衡常数的问题吗 是吧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在怎么样理解 从这个统计热力学来计算 它这个平衡常数里面呢 需要大家理解和把握的 这个三个知识点 那么一个是 就是大家要知道 化学平衡体系 它用统计来考虑的时候 你必须知道一个叫公共能量标度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里面又引申出一个新概念 叫自由能函数 自由能函数 等会我们会跟大家讲 包括最终 你怎么样可以从配分函数来计算 这个平衡常数 那么首先看 就是化学平衡体系 这个公共能量标度 这个公共能量标度指着什么呢 这里有一张图 描述的是 我们举那个例子 举的是这个振动 一个体系 它在振动 那么振动呢 我们知道 振动的这个能量零点 是指这个振动量子数 是零的时候 当然你这个时候也是可以确定 就是说 它这个振动量子数 也是零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对于同一个例子 它这个能量零点 那么我们说 其实你怎么选都无所谓的 因为这个例子 你任意一个零点确定了 它怎么变 反应前后 它总归可以消掉的 对吧 但是你一般来说 尽管选了一个零点 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我们说经验上 一般来说 总归是选 那个什么呢 就是转动 还有振动 它的量子数是零的时候 那么这个 这样的时候 为这个能量的 足够该原点 那么规定 那么这个时候 例子能量等于零 那么这是一个 经验上的 这么一个规定 所以这是一个 例子能量零点 这么一个规定 就尽管 实际上对一个例子而言 本身零点在哪里 关系并不大 但是处于这个经验 大家还是愿意 喜欢用这个 振动和转动量的 所谓零的点 那么但是你要是 这个牵入到 不同例子的 一个反应体系 一个相对复杂的 一个体系 那么这里面 就前到一个问题了 那个每个物质 或者说不同的分子 它的这个能量零点 显然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里面 你怎么样来 从这个出发 来算化学平衡参数 所以你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不同的例子 它这个能量零点 差异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差异 怎么来解决呢 那我们说 你这个化学平衡体系里面 你有多种物质 这个多种物质呢 比如说有A物质 有B物质 对吧 那么A物质呢 它的这个按照 我们原来规定的 这个能量零点在这里 那么B物质 能量零点在这里 它这个不同的物质 能量零点 之间是有差异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为了探讨方便 那我们说 实际上 比较好的一个 或者最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你定一个公共零点 是吧 然后大家都以这个公共零点为基准 那么这样能量 就很方便来求算 那么这个公共零点 怎么选呢 我们说一般以这个0k的时候 作为这个最低能级 那么从这个粒子 它的一个能量零点 到这个公共零点的能量 差为10 就是原来的 你那个规定的那个能量零点 那么到这个公共零点是10 所以对于A粒子 那么这就是EA0 对于这个B粒子就是EB0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差 那么采用了这个公共零点以后 就是都是0k的以后 那么再用配分函数来求算 其他的一些日理学函数的时候 这里面带来的一个差异 就是说 这个吉布斯自由能 氦母货自由能 含以及内能 就这几个能量 这四个能量 它的配分函数表达式里面 就会多了一个幽灵项 就是由这个能量零点 这个新规定的一个公共能量零点 就是带来的 那么因为粒子数 一个体系 粒子数很多 假设有大N个粒子数 那么它的内能 这个幽灵项就相当于什么呢 就是大N个粒子 乘以这个E0 因为是N个粒子 那么这四个日理学函数 就是汉母货是自由能 吉布斯自由能 含以及内能它是多了 那么要强调的就是说 这个对于商 对于这个横溶热溶 那么以及压力 你如果用配分函数表达 那么没有影响 表达式不变 所以就是这个能量多出来像 只是对这四个函数 它多了一个尾巴 多了一个尾巴 那么其他的没有影响 这三个没有影响 怎么来理解 我们来看看 仔细再看看 那么首先存物质 刚才讲的公共能量标度 公共能量标度 就是存物质很简单 你机态是零 机态是零 那么混合物质 就是你要规定 公共零点 刚才讲到的 那么这个规定了公共零点以后 那么你描述这个体系 每一个物质 那么它的配分函数 那么就跟原来的配分函数 稍微有点差异 那么现在的配分函数 我们用Q匹而表示 原来是用Q 这Q匹跟Q之间的差异 就是说 现在这个能量项 就是加了一个E0 对吧 加了一个E0 那么把这个E0这一项 能量项我们拿到前面 那么后面这个东西 就是原来的Q Q匹 实际上是怎么呢 就等于这个 相对于公共零点多出来 在这个能量项 那么再乘以 这个原来的配分函数 取对数以后 实际上就是LogQ匹 那么等于LogQ减去 那个E0除以KT 是有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从这个关系出发 大家可以想象 我刚才讲的 就是那四个能量函数 为什么多了这个E0 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尾巴 然后你带进这个设置 里求算出来 那么这个设置 你把它再对这个温度 求偏微分 就是在这个体积 和体系的粒子总数 不变的时候 求偏微分 那么这个配分函数 对于温度偏微分 新的就是公共的 能量零点以后 那么跟原来的 按照粒子自己 自身的能量零点 那么得到的配分函数 它后面就多了这一项 10除以KT平方 那么像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个内能 函 以及这个CV 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这两项 是多出一个幽灵项 这个CV是没有 怎么个理解呢 你比如这个内能 内能 现在的内能 你按照公共能量零点 取得倍分函数 那么实际上 这个带到刚才那个设置里面 它实际上就是后面 多了一个幽灵项 那么同样的 就是如果是 如果是含 那么H呢 就有U加PV 是吧 那么U呢 是相对于原来的 配分函数 那么表示 它多了一个幽灵项 那么含呢 很自然也是 是吧 那么是U加PV嘛 那么这个幽灵项还在 是吧 所以就是内能含 同样 类似的这个道理 即不是自由能 那么也是多了一个幽灵项 那么而这个 恒荣热熔呢 那么它呢 由于它是又对 这个温度 它再 求了一次偏微分 所以呢 那个幽灵 实际上是 是被拿掉了 所以这个CB 恒荣热熔 那么实际上是跟这个 公共能量零点选取 是吧 有还是没有 没有关系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推导 就是因为隔了比较久远了 大家如果比较生疏 回后头去 再把这个统计的一张 自己再去看一看 那么灵域体系呢 就是类似的 就是 桑 这个 亥姆霍是自由能和吉普是自由能 它的表示是 那我这里就简单地把这个设置给出 就是这个桑 实际上是等于 现在的 新的 是吧 有公共能量零点的这个 配分函数来表示 那么最后呢 是等于它 那么 亥姆霍兹自由能 这个以及吉普是自由能 大家看 就商量是一样的 没有变化 那么 亥姆霍兹自由能 吉普是自由能 这几个能量项 它都是多了一个 这个幽灵项 就是多了一个这个公共 能量公共零点 那么带来的这么一个 额外的一个能量贡献 那么带来这个能量贡献 对于我们实际从这个配分函数算 平常数到底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里面 就是为了计算的方便 那么要引入一个叫 自由能函数 这样的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概念 就是自由能函数 那么指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刚才提到 你这个吉普是自由能 它等于原来的这个配分函数 是吧 这个加上 现在引入公共零点以后 得到的幽灵项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为了表示方便 我们可以把这个幽灵 拿到这个等式 左边 那么这个G 减去幽灵 除以T 那么等于负的NK 老Q除以N 那么我们 为了这个解决问题方面 我们把这一项 就是G减去幽灵 除以T 把它定义为这个自由能函数 那么定义为自由能函数 好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在0K的时候 0K的时候呢 它这个U和H 它是相同的 那么所以呢 这个自由能函数 这个G减去U0除以T 也同样可以写成 G减去H除以T 那么这个都是自由能函数 这没什么问题 因为在0K的时候 U和H相同 那么我们说当 这个体系的总粒子数 是一个摩尔的时候呢 这个NK 实际上就是这个气体常数了 那么我们假定 在这个标准状态下面 那么你这个G标准 减去H 它这个在0的时候 温度是0K的时候 它这个标准 这个函 除以T 就这样的一个自由能函数 Q等于负的R 然后Q除以L 就对于一个理想气体 我只要能求算出来 这个配分函数 是吧 那么这个L呢 是跟这个体系的粒子数 那么这个有关 那么我们说 就可以来求算出来 求算出来就是说 这个自由能函数 那么这个自由能函数 求算出来以后 那么不同的物质 那么对于一个反应 我可以通过这个组合 我求算出来 这个反应的 这个几乎是自由能变化 那么倒过来 有了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求算出来 那么一个反应的 这个平常数 所以呢 就是引路自由能函数 那么方便 就是方便在这里 就可以就是说 不太直接去考虑 这个幽灵的贡献 等于是把这个幽灵的事情 我们就绕开它 绕开它 是吧 引路自由能函数 那么具体怎么讲呢 我们说假设 你有任意一个反应 假设有任意一个反应 这个任意的反应呢 就是 A加B 等于这个G加H 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这样的一个反应呢 就是说 按照道理 它这个反应的 这个几乎是自由能 标准几乎是自由能变化 那么等于负的RT到K 这K就是反应它的一个 标准平常数 那么这个呢 负的RT到K呢 实际上是 我们把这个温度 我们把它拿过去 那么这个ΔG 它是一个温度的函数 这个在下一个 我们会来探讨这个事情 那么在这里呢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 就是数学上的一个变换 那么刚才讲嘛 你是从自由能函数来求算 我现在想知道它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可以减去一个ΔU0 除以T 再加上一个U0除以T 那么前面这一项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自由能函数 是吧 那么这个自由能函数呢 实际上是由 对于很多物质 也是有人专门测定过 有很多表是可以查到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 你可以从它出发 因为假设你手头 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一块东西也知道了 那么自然就是很容易 就是得到这个K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利用自由能函数 这么一个做法 做法就是在方便的地方 那么至于这个ΔU0 来怎么来求算 反过来 就如果说 我们说已经知道了K 和各个物质自由能函数 当然你可以很方便 来求算 这是U0 是吧 那么 这是一种情况 但反过来 我们说呢 你也可以从 你也可以从 吉布斯自由能 你也可以从 吉布斯自由能的定义出发 吉布斯自由能的定义 是这个吉布斯自由能 等于这个含变减去TS 那么对于这个 一个改定的一个反应 它的这个 Moral吉布斯自由能的变化呢 应该是等于它的含变 这个反应的这个含变减去 它这个T 乘以这个反应的这个商变变化 那么同时我们说 加一个和减一个 这样的一个 它这个零点能 那么一项整理呢 你可以得到 那么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这个好像是 由于显示的问题 这个符号 不同的电脑版本 那么 从这个自由能函数呢 求算 这个平衡常数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 除了刚才提到的 那么这些方法 那我们说呢 也可以根据 热化学里面的 这个基尔霍夫 这个公式来求算 那么基尔霍夫公式 在热化学里面 那我们知道 就是说 它可以算这个 不同温度 是吧 它的反应热 那么在这个 自由能函数里面呢 我们因为牵涉到那个0K 是吧 这样的一个事情 跟这个标准 这个条件下 标准条件下呢 实际上标准条件上 是规定了这个压力 没有规定温度 但通常指的是 25摄氏度 所以这个里面 就是承担一个温度的 一个积分的问题 就是我要知道 这个ΔHM 那么怎么办 那么我知道它 那么然后呢 利用这个体系 它的恒荣热容 然后0对于T 进行积分 如果是25摄氏度 那么就是298K 那么这个T就是298K 那么对它来进行积分 最终可以求算出来 在一个 你要研究的一个 特定的温度下面 是吧 它的一个反应的 它的一个 一个标准的含变 它的一个标准含变 那么这个标准含变呢 你通过这个温度积分 那个根据这个 任务化学机 有公司呢 求算出来以后呢 那么你 由于我们刚才讲了 它这个 内能和这个含 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幽灵 那么当然呢 就是说 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从这个分子的这个解力能 从这个分子的解力能 这个D 你来求算 那么这个反应的这个 从统计学角来讲 算反应平常数 那么分子解力能D 怎么考虑呢 那我们说 还是刚才那个反应 假定是A加B 等于G加H 那么A 它的解力能呢 是DA 就是一个分子 它完全解力成 它的一个碎片 它需要的能量 它是DA 那么B呢 对应的是DB 那么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这个能量 就是零点能啊 它实际上是等于 这个原料的碱因能之和 碱去 残物的碱因能之和 那么可以通过这张图 可以通过这张图 可以对它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 那么这个是这个原料 原料 这个它呢 就是说 这个从反应机态 完全把它反应解离 变成它的原状态 它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 对吧 需要这样的一个能量 那么这个正面呢 是产物 这边是产物 这边是产物 那么产物呢 它有一个自己的机态 对吧 那么这个完全变成 它的这个解离产物呢 它这里面也有一个能量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ΔU0 对吧 这个能量差 那么这个能量差呢 显然就是 整个的全部把它解离以后 减去这个产物 那么 可以进一步就是 为了看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来表示 我现在因为想知道 ΔU0 那么这个原料 你从分子的一个机态 完全变成它那个原子的机态 全部把它打断 需要那么多能量 是吧 那么这是产物 它呢 需要这么多能量 那么整个反应 它整个一个反应里面的ΔU0的差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值 这块减去这一块 是吧 就可以通过这个式子来求算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从解离能角度 那么不管是解离能也罢 还是前面 讲的提出的自由能函数也罢 实际上都是 就是出发点 都是希望 从配分函数出发 以根据你已知的一些 这个一个体系 它的一些微观的性质 来求算 是吧 来求算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热力学平衡常数 来求算一个反应 热力学平衡常数 那么 当然最终 我们说 前面讲的那几种情况呢 都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是吧 就是你知道了 它的这个解离能 当然你可以算 你知道了 它的这个自由能函数 你可以求算 那么我们说最终 我们当然希望 对于很多时候 比较普遍的方法 从微观角出发 还是从这个配分函数 来出发求算 你一个反应平衡常数 是吧 那么对于一个反应 我们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 就是D加E等于G 对于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么刚才讲了很多 说怎么样从配分函数 是吧 来求算 这个平衡常数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个产物的 这个配分函数 除以这个原料的配分函数 相乘 就相当于我们前面 在处理这个理想记忆的时候 是吧 产物的分压 除以这个原料的分压 那么 这个是类似的处理方法 那么实际上最终 这个配分函数 指的就是 最概然分布的粒子数 是吧 实际上就是粒子数相出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道理一样的 那么当然了 就是为了区别可见 起见 我们下标写一个大N 这是指 我们特定是对大N的这个粒子数 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 来描述它 是吧 当然你这个反应可能 是A加B等于G加H 那么无非就是说 QG乘以QH 除以QA乘以QB 是吧 反应复杂一点 那么道理是一样的 还是用这样的一个设置 那么这里的Q' 刚才讲到的 因为考虑的这个能量零点 因为考虑的一个能量零点 那么它实际上呢 就是等于Q乘以这个能量零点 那么这一项的一个贡献 那这一贡献 那么这个QN 就是用这个分子数目 表示的一个平常数 分子数目表示平常数 那么本质上讲 跟我们前面讲的 用浓度 用这个压力 是吧 用等等其他的异度 表示的平常数 它的用法 是吧 带到式子里面用法是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同用的一个方法 那么这个Q 就是这里的平方函数 式子将零点能分出以后 总的配分函数 就不考虑零点 每个粒子自己自称 那么如果将这个平动配分函数 就是这个Q 显然是包括了平动配分函数 包括了转动配分函数 包括了正动配分函数 等等 是吧 如果这个Q里面 它所包含的这个平动配分函数 我们把它再分出去 那么你这个配分函数呢 还可以用F来表示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是这个Q' 等于这个平动配分函数 再乘以 扣除了平动配分函数的 那么另外一个 这个配分函数来表示 那么乘以这个能量项 那么这时候呢 实际上呢 就是可以写成什么呢 就是它以浓度表示 因为什么呢 平动配分函数除掉以后 实际上它反映的 有点相当于体系的浓度相 那么就是这个 还是这个 它的这个产物 除以这个原料 那么不管哪种形式 不管哪种形式 实际上大家只要记住 就是你是 要么是分子数目 要么是浓度 是吧 你带到这个设置里面求算 所以这个呢 是就是从这个 统计的角度出发 算这个平衡常数 它的一个出发点 它的一个出发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配分函数的一个值 F呢 实际上呢 你可以求算出来 对吧 谢谢大家